他用自制的小刀、竹片、毛刷 让一本本历经岁月残破不堪的古籍重获新生 指尖上的记忆 徐晓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卖会 拍卖现场人头攒动 竞价持续十多分钟后 这套古籍最终以1.104亿人民币的天价成交 据国家图书馆不完全统计 目前全国馆藏古籍总量超过5000万册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 这些承载着文明的历代点籍 经过聚散和转手 天灾与战乱 大多已经千疮百孔 破烂不堪 如何保护这些典籍 成为了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而承担修复重任的人 就是古籍修复师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 中国书店第四代古籍修复师 古籍修复记忆传承人 徐晓静 一本本脆弱不堪 亟待拯救的古籍 在他的手中将会获得新的升级 那么他是通过怎样的方法 让这些古籍重获新生 他又是怎样以惊人的速度 从一个小学徒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古籍修复师的呢 中国书店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就开始进行古籍的修复工作 先后培养了四批古籍修复师 从做学徒到今天 徐晓静已经在中国书店工作了十几个年头 他修复的古籍可追踪至明代 虽然天天要与破损的古籍斗智斗勇 每天只能修复十多夜 但他已经修复了近千本古籍 修复一本残破无损的古籍 需要从捕破 溜口 喷水压瓶 拆切鱼纸 单化水渍 下碾 还有上批钉线等数十道工序 如果把一本古籍比喻成一个病人的话说 你会发现每一个病人的病情 没有一个是完全相同的 古籍修复师需要迎接许多挑战 最难的就是字迹拼接 纸张焦脆 揭腹背纸 这三个问题对于徐晓静及同行而言 可能一辈子都在不断探索和改进当中 2011年的一天 明代古刹智化寺邀请中国书店 去修复一批经卷 其中有一卷一分为二的经卷 据说是在六百多年前的明代 僧人们将一本折叶状的经卷撕成两本 然后用线缠绕卷了起来 分别藏在两尊佛像肚子中 当时面对焦脆掉渣的经卷 常人都不敢伸手去拿 可当时只当了几年学徒的徐晓静 占了出来毛遂自荐 当时我大学毕业没几年只做了几年的学徒 师傅能够让我亲自上手 当时可能是我们的老师傅 正在做其他的古迹修复 没有办法抽身 这本明代经卷残破不堪 如果徐晓静没有这个实力 当时的书店领导 是不可能把修复无价之宝的 兼具任务交给一个学徒的 当时要求的修复时间特别紧 我们在人手少的情况下 徐晓静同志自告奋勇 我们特别慎重 他曾经修复过国家二级文物的 这些明版的图书 我们就允许或者鼓励徐晓静同志 独立地去修复这批经卷 为了修复这本经卷 中国书店与智华寺 是通过多次研讨 裁定下修复方案的 当时展开展平就花了三天时间 其中一卷经卷展开后 长度达到三米左右 经卷缺字多动 需要双面修复就得来回翻转 一张三米的胶脆纸张 可以想想只需要翻转几次 必定乱成碎渣 所以当时我想了一个办法 我就是用一个比较厚一点的圈纸 做了一个和这个佛经尺寸 一样大的一个纸 然后把佛经给它叠 放在这个纸张上面 做成一个桶状 这样我修一点露出一点 补一点露出一点 这个理论上看似毫无疑问的办法 可在翻转了数次之后 细心的徐晓静发现 经卷的交瘁处还是在掉渣 此时徐晓静犯难了 难道还没有开始修复 就要放弃这项任务吗 这本佛经原本就是折叶桩 四五个折叶就是一张纸 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连接处给它断开 一个六米长的长卷 如果断开大概有十多张纸 类似于书页一样了 修完之后再给它重新的连接在一起 寻找配纸修复缺字 修补虫洞很快完成 但是最终如何严丝合缝地 把十多张纸重新拼接在一起 就成为了修复这本经卷的最大难题 原因是纸张断开时 字迹也被一分为二 修复时要喷水导致纸张收缩变形 再次拼接时 徐晓静发现字迹错位严重 当时为了连这些笔画呢 我就用浮水法相当于是 把浆糊控制到一定的浓度之后 把它滴到这个字迹上面 来使纸张游动起来 通过偏上偏下的这种方法 使这个字迹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 我记得这部经书呢 是从一年到现在 就经过这么多年啊 然后它的这个表面呢 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病害什么的 修复的质量呢还是很高的 从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原来这个修复的位置 经过三个月的修复 这部六米长的佛经终于修复完成 这意味着这部佛经能够被继续保存 大约二百多年 而徐晓静也因此成为中国书店 独当一面的古籍修复师 但是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 这一次 徐晓静接到的任务是修复来自中国印刷博物馆的一批 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地契 这一次 徐晓静将会面对的又是怎样的考验呢 地契是指买卖土地双方所立的契约 类似现在的房产证 经官府验证并盖上官方大印 就叫做红契 此次修复官方红契 主要是解决如何揭开残破不堪地契下面的附备值 这个地契我们看似是一张普通的文书 实际上它反映了不同时期 那个社会的生活 那个民情和那个地方的 包括金融 经济 税收 这一系列的东西 这些地契它经过潮湿 重铸 时间长了是有损毁的 这一次我们请中国书店 修复了19种红契 三种白气 我们有几件地契都是破烂不堪了 但是作为重要的文物还要修复 修古籍是与古人在对话 眼前这本古籍被前代修复诗修过一次 可是装订过于随意 不美观 徐小静要在修复完后 将前辈古籍修复师的线装拆掉 重新装订成侧 而此次修复地契虽然是同样的问题 但情况比这个复杂得多 这一次修复地契的最大难点 就是接掉原来的复备纸和配纸 一些地契历经数百年 都经过多次修复和托表 我们在进行修复的时候 第一步就是要先把那个复备纸截除 接的时候会把它先平铺在一个红案子上 喷水焖湿了 让它的纸张纤维膨胀 同时也吸制它的浆糊的作用 在徐小静的桌子上 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小工具 小刀 竹片 毛刷 这都是一代代师傅们自己改造的 市面上根本买不到 如果把徐小静比作一位古籍医生 那么这就是他旧似扶伤的手术台 其实我接第一层的时候 就是拼着感觉 拼着经验吧 就算是 就是把上面这层纸接掉 然后底下这层纸还不能给它寄坏了 就是这样 当挑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它其实有一些纸毛 这就是纸张的那个纤维 这是另外一张腹背纸上的 就要给它挑走 就像给人做手术一样 一点一点地给它揭开 这是这个破洞的地方 你看我刚揭了二十多分钟 刚揭开了这么一小片 哎哟 好累啊 那修复的效果看 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在他们手下能使这些破烂不堪 甚至都像 如果常人看就像垃圾一样的东西 能修复出来 让这样的文物能得以延续下去 这些高级的祭师 它实际是让我们即将消失的记忆 能得以传承 古籍修复对一个人的心性 是极大的考验 补天之手 灌尸之精 灵慧虚和 心细如发 成为了古籍修复的从业要素 然而这十六字真言 却难倒了许多人 这也是为何古籍修复职业 在全国只有一千人左右的原因 我的师傅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用心 用心 用心去补 心细胆大 心细胆大 是徐晓静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 他深知作为古籍修复师 这一四字真言几乎是他破解 任何一个兼具修复任务的法宝 2018年 当中国书店第三代古籍修复师 已经全部退休 徐晓静作为第四代古籍修复师的顶梁柱 开始担负起重任 这一年 他和他的团队接诊了一批新的病人 这是一批医学典籍 其中就有明代版本的《皇帝内经》 面对这本已经破旧不堪的医书 徐晓静和他的团队明白 他们又将面对的是一根难啃的骨头 把这个纤维放大20倍之后呢 因为它酸化之后导致这个纤维水解 所以就是已经全都断掉了 对 那我就接下来我要修复的话 说第一步那肯定就先进行除酸处理了 对于整个古籍修复行业来说 最大的难题就是酸化 这是行业里的世界性课题 纸张严重酸化 就是酸减度PH值在4.0以下 纸张耐折度 韧性和强度都明显下降 一碰就碎 纸张酸化是影响古籍长久保存的罪魁祸首 纸张酸化的主要原因是 空体中的二氧化硫 还有一些其他的酸性物质 入侵到了书页纸张中去 还有就是在古代的时候 古人也是抽烟的 烟里面的一些酸性物质 也会熏到这个纸张 此次代修的一批医书中 《皇帝内经》这部医书的酸化 较为典型 《皇帝内经》的问世 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而这本明代刻版的《皇帝内经》 更是难得的真品 面对已经病入膏肓的珍贵典籍 徐小静最重要的 就是要解决脱酸问题 去酸有两种方式 我们现在最常用的 也是最传统的一种方式 就是利用酸碱中和的原理 这个碱水浓度的调制 考验着我们修复式的经验 另一种方法就是 现在国内和国外 都有一些研发的新的 脱酸去酸的溶液 是拿来可以直接用的 但是我们中国书店保险起见 还是选用的最传统的 酸碱中和的原理 这本明代刻版的《皇帝内经》 纸张严重酸化 胶脆掉渣 当时 徐小静采用的是 弱碱性溶液浸泡 洗涤纸张的方式 你看我们这个黄色的 巧克力色的 褐色的 屋子就排出来了 当我看见它已经排出了一些 巧克力颜色的 黄色的水的时候 我就知道它的一些杂质 已经去除了 一遍不行 我们可以再用开水 热水再去一遍 对 就这样 当时去了两遍 这批医书我们从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修复了 那本《皇帝内经》修了三个月时间 常年浮岸工作 徐小静为了缓解颈椎脊椎受压 不得不定时散步 或者是做健体操 近些年 她作为中国书店第四代古籍修复式的代表性人物 为团队的发展和古籍修复的传承 做出了许多努力 小静不但要负责这种修复的工作 而且要帮我们研把质量观 还有修复档案的制定 像这一些统计整理的工作 她还是晚上要带回家 用自己的时间来去做 碰见她母亲的时候 经常会给我抱怨 抱怨小静没有时间去接送孩子 抱怨小静更没有时间去陪伴孩子 我跟徐老师一起去北一附中 给那块的初一的孩子上选修课 选修的内容就是古籍修复 那么我有时候跟孩子们聊天 就是问问他们对徐老师的印象 他们也都说 觉得徐老师很幽默 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而且对孩子们也确实非常有耐心 古籍修复速度缓慢 作为古籍修复的传统单位 中国书店 如今也仅有十人左右的团队 在第四代古籍修复师徐小静的带领下 迎接着来自国家博物馆 清华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单位及个人 送来的各种患有疑难杂症的破损古籍 这份工作虽然辛苦 但那种成就感 只有本人才能体会 在徐小静看来 古籍修复师抱的就是残 守的就是缺 他们在尽力用双手捧住 不断流逝的时间 对这些珍贵的典籍 救死扶伤 即使是残破不全的半个字迹 对于金人来说都弥足珍贵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要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 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的岗位 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 对于埋头在古书堆里的工匠 徐小静来说 古籍修复是一种情怀 一种执着 一份坚守更是一份责任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人物故事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